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中天新闻开放新中国节目 川普当选了美国总统 让全球股汇出现了短暂的震荡 但是长期来看变数也确实不少 而人民币虽然接连贬值 但是根据瑞士投顾机构最新的调查 上海依旧连续两年蝉联亚洲高端生活城市 而新加坡跟香港紧追在后 开放新中国采访团队来到了上海著名的外滩18号 这栋大楼的租金一年折合台币是5亿元 平均摊下来每天的租金高达136万 不过它有着强烈的指标意涵 也是业者争抢的新店面 这里面卖的除了名牌 除了珠宝之外 还卖飞机 这些基字塔尖端的大户神秘又低调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先来看看他们与众不同的消费观 上海外滩全亚洲最贵金店面 对面就是东方明珠塔 占地400平 一年租金1亿人民币台币5亿 换句话说日租高达136万台币 在这样一个金贵地段 卖的东西昂贵 理所当然 私人飞机一价 对对 5千万美金 5千万美金 锁定高端商务人士 时间就是金钱 卖私人飞机还只是项目之一 想要与众不同的选择 还有这个 想买最新iPhone7 在大陆排队至少两个月 这款机身24K金 机背还能磕上大名 想拥有它 不用排队 写拼台币30万 免费送给你 是用附加值去体现 不是我们不打折的 2015年 中国大陆奢侈品消费 高达7000亿人民币 不过78%的消费 是在境外 上海外滩精品店林立 而这些奢侈品大多 受到大陆动辄 40%到70%的高关税影响 让他们成为亚洲消费 最贵的品项之一 漏肩的嘛 像这个就很经典款 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 是最火的 常年在上海 专为高端消费者 担任形象顾问的谢力军 必须掌握第一手 奢侈品流行资讯 逛精品店成为 例行的功课之一 他的观察很有说服力 一个包包在那边 大概折合 大概人民币 大概2万3 2万4 可是我们回到 就是国金中心的香奈儿看 大概要3万5 大概差1万 就是2万多块就差一半 一个包包价差台币5万 除了进口税 增值税的叠加之外 还有本地的物价成本 所以人力成本贵 房租成本贵 然后再加上high tax 让这里的消费变成比较高 我自己有一些VIP学生 有时候买奢侈品一季 应该是说一个月 一个月大概1千多万人民币 所以也不是没有人来消费 否则精品店不会一间间的开 根据瑞士投雇机构调查 2016年亚洲生活成本 上海蝉联第一贵 第二名是新加坡 再来是香港 其实除了奢侈品 其他高端消费 听起来也很惊人 肉毒感菌好了 台湾一针 大概整个脸弄完 大概我们看过 是大概3千块台币 那这边大概要8千块人民币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请问你今天要做什么服务 一进门就有专人服务 检测肤质之外 医生细心解说 让贵妇心甘情愿掏钱 引进国外最新仪器 保养品 价格 当然也不便宜 好东西它总是不便宜 所以这方面我们是重配置 所以我们的定价 在一定意义上来讲 我是在就是中到高的一个范围 那这款产品基本上单只2毫升 它售价要到千元以上这样子 所以在国外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 大批量生产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们的产量一直是被严格控制的 如此高单价 爱美的消费者趋之若鹜 而业者看好的就是 强势崛起的大陆中产阶级 目前上海白领平均月薪 8825元人民币 台币将近4万5 不论年龄层 在犒赏自己方面 上海人确实很赶花 肯定自我的一种成就感的话 他会买一支手带 所以一个手带 大概是2000美金左右 他们会省吃节用也会买 大陆财经媒体调查 在欧美高端消费市场年龄层 大多落在40岁以上 少数富裕阶层 而在大陆 奢侈品则是年轻人的标志 平均年龄比欧美下降25岁 落在18岁到30岁区间 消费族群日益壮大 让大陆跃升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 消费能力当然也不容小觑 上海物价更在无形中继续攀升